黃竹坑港鐵站上蓋的港島南岸分六期發展 一共提供5,200個住宅單位 進環屬於第一期來港鐵站最遠 新盤附近有熟食中心 也有多條巴士和小巴路線來往港狗多住地方 未來也會有大約51萬平方呎的大型商場 預計2023年落成 這區小學屬於18校網 而中學屬於南區 我們看看新盤資料 新盤由港鐵、路徑和平安合作發展 兩座住宅大樓一共提供800伙 實用面積由289至2083呎 涵蓋開放式至4房 大部分單位預計望樓景 向南單位高層預計望山景 而低層就望新加坡國際學校 向西面部分高層單位 預計可以望到海景 現在來的第四期 預計2025年才落成 即入伙之後還有好一段時間要面對沙塵滾滾的問題 新盤設有有概通道 連接港鐵、黃竹坑站和未來的大型商場 新盤首批推出160個單位 涵蓋一房至三房 實用面積由383至937呎 扣了最高18%的折扣之後 資實售家階乎1146萬至2867萬 車家階乎27005至34131 我們看看以1A座28樓A室為南本的四房示範單位 廳是長型開職、外連露台 廚房設有用餐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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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人房空間寬闊 我們看看同區屋院實用赤架比較 廚房設有用餐ob prospects 大家是兩千元的目標 有沒有 색깔禪 麽感覺 discrimin方式 平昌 projets 歌皮 你好 agu ghosts 感谢观看